在夏天时 候鸟小燕鸥大量聚集在许错港湿地 桃源师傅在2015年将许错港国家湿地 划定为国家级重要湿地 它的面积约961公顷 海岸线长度约10.5公里 具有潮间带 沼泽 沙洲 皮塘及农田 等多种复合地形条件 是北台湾国家级重要的湿地 以这个候鸟生态的保育做核心 把过去的非法的余温拆除了 让海水可以重新引入 大概22公顷左右的陆域区 让这里大概形成30公分高的浅层的海水 这个气地是在老街西口 非常的具有丰富的密室的环境 所以这个候鸟回来了 许错港这个地方是很好的一个 就是东候鸟会来经过 过境或者会经过这个地方 那夏天的候鸟像小烟鸥他们也会来这边 煮草繁殖 所以这次桃园市政府这样子来把它整修书郡 然后把以前的那些余温那些都把它改良 现在变成要制造一个生态区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市长郑文灿表示 未来将规划游客中心 湿地公园 景观步道 自行车道等设施 可串联 主委渔港草踏沙丘 集结A15大原站 希望游客能低碳乐活 趁有许错港失地 新唐人亚特电视 胡说来张宁杰 台湾投赢报道 靠近干净设施 可以积极的站 实在是